這行會讓我繼續想做的原因是 我可以找到往生者與家人之間 彼此最後一個和解的機會 清潔是一個手段 我們重點是找出生者與死者之間 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他們互不往來 我們可不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解方 可以找到他們彼此之間 活著的人他不會再那麼怨恨死者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歡迎回到《強者我朋友》 今天的來賓是從事特殊工作的新朋友 命案現場清潔師盧拉拉 那盧拉拉強在哪呢? 首先,台灣以前對於命案現場 並沒有專門的清潔人員 是盧拉拉看見了這個缺口 透過了各方面的學習 才成為了台灣第一位專業的命案現場清潔師 而且,他的工作除了需要強大的專業、體力與勇氣之外 甚至還需要安撫家屬 他曾經說,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還原現場 不讓家屬受到二次衝擊 他們掃的不只是血跡 還有人們內心的恐懼與傷痛 那也因為盧拉拉在命案清潔時 看過了無數孤獨死當事人的困境 他還因此跟朋友一起創辦過NGO 結合街友、輔助、還有這個清潔事業 讓不少的街友也成為了命案現場清潔師的一員 為社會帶來更正向的循環 那雖然他因為生涯規劃 目前已經卸下了NGO的職務 但仍然持續地從事命案現場清潔的工作 也持續透過各種管道,推廣相關的議題 像是前陣子上架的影集《人生清理員》 就是由盧拉拉擔任劇組的顧問 那今天我們就要透過訪談盧拉拉 請她帶我們深入那些充滿故事的命案現場 OK,那就請盧拉拉先跟我們的觀眾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命案想,請你也是盧拉拉 那今天除了我們以外 鏡頭外也還有我們的企劃楊陽 會跟我們大家一起來聊聊 哈囉,大家好,我是楊陽 好,那一開始我很好奇 就是聽說在命案清潔時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這個味道 那可以跟我們形容一下就是現場它可能會有哪些味道嗎 現場的味道的話比較好形容像排泄物 對,因為我們可能人體腐敗的過世的時候會有一些脫缸 一些相關的排泄物它味道會出現 還有像很嚴重的腐敗的話 一種很難形容的一種腥味 對,很難形容 而且重點是說 像我們所說的絲臭味 可是絲臭味的話其實它一般人家印象裡面都是臭的 可是它其實如果說像我們在現場裡面會發現 臭味還好處理 就還可以忍受 可是另外一種味道會從 臭味裡面浮現出來是一種很甜膩的一種味道會出現 甜膩的味道 絲臭味其實它裡面還有一種很甜甜的那種味道會出現在鼻腔裡面 因為一般來講甜的話是一種比較好聞的味道 對 可是你反而混合在裡面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很反味的感覺 對,然後像我們現場的話 還會常出現的就是所謂的生活的味道 生活的味道 對,它之前可能居住在裡面的時候可能一些生活習慣 可能大量的出魚 長時間沒有關係 還有一些製造出的一些垃圾的味道會混合在一起 那大概就是我們在現場都會聞到的味道 這個會有隨著時間有改變嗎 例如說可能離開的前三天或者是前一個禮拜 然後到後面會 大概通常都多久 通常我們的委託的時間點的話 大概都是過時大概一週 甚至到數個月以上 對,才發現 所以那味道色的話它是會越來越重的 對,然後甚至像裡面的蚊蟲昆蟲這些 它也會隨著時間的累積它越來越多 那到目前為止有讓你覺得最震撼的一個現場嗎 我之前曾經有去一個現場 因為我雖然在做命案現場的清理 或特殊現場的清潔 但是因為我以前是從事殯葬業 所以有時候一些特殊的狀況的時候 我可能會去幫忙做遺體接運的動作 那我記得我去那個現場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家人一直說 那個家人睡著了 睡著了 後來是鄰居覺得不對勁 怎麼會有味道傳出來 後來他們鄰居報警 然後到了裡面之後發現 有遺體我們去做遺體接運 那時候在窗上我們把棉被一掀起來之後 發現整個村區裡面 你說過時一定會有一些濕水那些都很正常 給它全身爬滿蟑螂在 全身都是覆蓋的蟑螂這些 然後我們去把它做接運出來 那時候會很震撼是說 其實人在面對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們沒辦法去 有理智地去面對說到底是死亡還是睡著 那種感覺一樣 他們會選擇是說 用一個對自己來講比較好解釋的一個理由 過去掩蓋自己面對的困境 家人其實還跟他住在一起的 還住在一起 但他就是想要認知說他還是在睡覺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做遺體接運的動作 然後我們去到現場之後 後面我們要做清理 清理完之後就會發現整個現場裡面 全部都是蟑螂這些的 可能因為長期生活習慣相關的關係 然後重點是為什麼會覺得震撼 其實這很常遇到 會覺得震撼是因為他的家人 其實也跟他睡在一張床上好幾天 對 他們就這樣睡在一張床上 那一直到他們被人去發現有異的時候 有異狀的時候 他們才被人家給安置到別的地方去 那對我來講說 現場其實多混亂多可怕 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 反而我們你說習慣也好 可是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一個工作的現場 可是對我們來講說 屬於人的方面 我們是最難去面對的 那譬如說那個家人 他在那個時候 你們要親運遺體的時候 他是有辦法接受這件事情的嗎 其實那時候真的都需要安撫 都需要安撫 然後甚至是說有一些安置的動作 相關的一些進行 那可是這也是不得不的事情 那所謂的命案清潔 除了孤獨死之外 也有可能會需要面對到凶殺案的現場嗎 像我們的工作會分為三大類 第一個像我們剛才說的孤獨死 第二種的話就是所謂的 自殺或踏殺的現場 第三種的話就是像囤積症 囤積症甚至有一種是叫垃圾屋 我們之規的一類就是 可能現場非常的凌亂混亂 那也有可能是 各種不同狀況會搭在一起 可能是垃圾屋裡面 它過失在裡面 也有可能 但你們都是譬如說會先去評估一下 看它是哪一種狀況 再決定看要怎麼處理跟收費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最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突然打電話來 你要跟我說多少錢 我說我不知道算不出來 我沒有看過現場 我真的沒辦法確認 像有的人說 只有一點點也一定要怎麼收 就到現場之後 真的沒有在騙人 跟血海一樣 他說一點點 有的說很嚴重 我們曾經遇過是 他一直說很嚴重 他很害怕 要嘛過去幫忙協助處理 到現場去兩滴 結果蹲下來磨掉說算了 對啊 那這種狀況是沒有辦法 每個人認知不一樣 真的要看過才可以了解 但有一個比較那個 不知道算不算比較低俗一點的問題 就是很好奇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過靈異事件 你所謂靈異事件 基本上沒有遇過 那除了有一些會比較難解釋的現象而已 例如 像門會開開關關啊 或者是電話 我有一次去一個現場 他電話線是已經被拔掉了 因為很多人都是詐騙集團打電話進來 我們進到現場的時候 電話在響 電話線拔掉 後來第一次我就立刻把它掛掉 第一天覺得就直接掛掉 他就沒在想了 後來第二天 因為我那場工作做好幾天 第二天過去工作的時候 又想起來 後來我直接拿那個 因為像我習慣用斧頭 我直接用斧頭把電話給砸掉 我受不了一直在想 我也不敢接啊 但你不會把它歸類為靈異現象這樣子 我覺得 只要沒有看到形體之前都不算靈異現象 但有遇過這些無法解釋的現象 然後會 像剛剛這個電話聲就會干擾到工作嗎 還有其他可能會干擾到工作的狀況嗎 曾經有一次是 在一個凶殺案的現場 然後他們家裡 有的家裡可能因為信仰關係也擺念佛基 然後那時候念佛基 我記得我們在做的時候 念佛基突然響了 他突然想我們要去關掉 關掉的時候我就突然看到旁邊 他有一個酸變壓器 放在旁邊 沒有接在一起 電池放在旁邊 我來看沒電池 然後你就 心裡就突然整個呆在現場 後來還是選擇我把它給打壞好了 還是要把工作處理下去就對了 再來我們有看到 就是有相關你的報導 就有提到就是你以前是 你的背景 小時候爸爸曾經跟你講過說 如果不好好讀書的話 可能就要去那個殯儀館工作 或者是你一定要好好讀書 要不然可能就只能去清潔隊工作了 然後沒想到就是你在 小時候爸爸這些耳提面命之下 然後最後找到工作 卻把這個殯儀館跟清潔的 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那有點好奇 你會覺得你這樣的選擇 是一種叛逆嗎 也不是叛逆 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我在便利商店打工 然後那時候其實經常會遇到很多的奧客 那時候我就立志決定 我以後要從事一個工作 絕對不會有客人來煩我 可是那時候都不懂 真的都不懂 尤其在我那個年代 資訊也沒有到那麼發達 那時候想說 從事殯償業 私人不會講話 所以他不會煩我 最多會懂一間看電影 最多爆頭就好了 對不對 後來就跑去念了生死學系 然後後來就跑去殯償業工作 工作有人發現 我太天真了 往生者不會煩你 但家人會 對 那時候完全沒有想到 有家人這一個區塊 以前都覺得 往生者不會動 我服務他 OK就順順利利的這樣子 也不會被客訴 抱怨之類的 沒想到那麼多 後來 在從事殯償業一直做 那時候 剛開始我爸就是一直罵 全家一直罵 你怎麼好好的跑去做這行 但有聽說 就是那時候你當禮儀師的時候 其實收入還不錯 那後來怎麼會想要轉到 這個遺物整理師或命案清潔呢 其實我在 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就才從事殯償業 大學工作第一天的時候 就遇到了我們 就是過世很多天才發現 的一個現場 第一天 然後 那時候就默默的去那邊 做清潔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在 那時候我在正式工作 就是畢業後要入職 入職第一天 遇到又是過世很多天才發現 對 那時候整個倒握在地板上 翻過來的時候 臉皮都黏在地上這樣子 身上爬滿的區域 好 那我也是默默的把那個 現場給清理乾淨 那一直到 我這個工作 殯償業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不斷的會遇到 類似的現場 然後在清理過程當中 以前都自己 親和跟家屬一起做處理 那甚至偶爾會去找 所謂的殯償業相關的人力公司 來去協助來做處理 一直到有一天 我被家屬 他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這行做了那麼多年 為什麼你找不到一間 專門的清潔公司 去幫我清 他說他不要我來清 他覺得我們去應該是做 該做的事 就殯償相關的工作 怎麼會跑去做這行工作 那我其實那時候 也問過很多人 沒有人可以處理 沒有清潔公司願意接 但是又發生得很頻繁 所以就覺得 應該說常遇到 對 然後後來想說 那既然都沒人做 那我就回來做好了 那做命案清潔 跟一般的清潔 你覺得最大的差異 會在哪個地方 其實最大的差異 它清潔對我們而言 它算是一個附屬的工作 它算是我們在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是 在裡面現場的話 還要去做遺物的整理 味道的消除 還有環境的清理 這三項 這三項的話 是伴隨著我們所謂的 命案清理的一個工作的內涵 另外還會伴隨著 像很多的像 拆除搬運的工作都要進行 甚至還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跟所謂的委託人 進行事前事中事後的協調 那這樣要整合很多不同的專業 那當初你就是怎麼學習 這些相關的專業的 像我的話 我本身有特殊清掃式 遺物整理室 還有生前整理室 跟收納室的相關的認證 這個認證是台灣有的 台灣沒有 都是日本 日本都有這份認證 因為日本的話 其實在二三十年前 其實已經有意識到 有這樣的問題產生了 所以他們開始有 這樣有規模的一個進行 那在台灣的話 其實是這幾年 開始也慢慢有人 去注意到而已 那所以說相關的說 法規或認證 目前都沒有 那有一點好奇 什麼叫做遺物整理 遺物整理分兩個區塊 第一個區塊的話 很像整理收納的工作一樣 當可能家人有人往生以後 然後家人沒有辦法 或沒有勇氣去處理 或整理他的一些遺物 一些現場的時候 那會有所謂的遺物整理的人員 去做協助的收納與整理的工作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屬於像我們的 清潔工作現場裡面 因為可能家人 大概到十幾二十年以上 沒有聯繫到 他也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甚至是說他們以前 因為一些問題沒有往來 那當發生這些事的時候 環境又很糟糕 不可能進去做一個收拾的動作 所以在我們在清理的過程當中 會去協助家人 委託人這邊 在針對於這個現場裡面 所找到的所謂的貴重物 紀念物 還有一些可能 往生者他可能要 特別要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會整理好後再交換給家人 那你要去工作的時候 裝扮會長什麼樣 有什麼是一定需要戴的嗎 裝扮的話 其實像我現在身上的服裝 就是我們在工作的時候的衣服 對 然後我們會依現場的需要 一般來講 我們會有像安全鞋 還有專門的防護安全的工作褲 還有工作服 對 像頭巾袖套手套 這都一定會必備的 然後如果說一些 比較會有沾染噴見 或相關的感染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會穿防護衣 如果穿防護衣的話 那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防護衣的話 就代表我們工作時間 一定要盡量的減斷 我們大概三到四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趕快把眼前的問題 先處理掉 因為防護衣不透氣 悶在裡面的話 真的連鞋子都可以倒水出來 那防護衣是 穿一次嗎 還是脫了可以再穿這樣子 脫氣一次 穿了就只能穿一次而已 那你們會戴專業口罩嗎 口罩的話 我們有分像醫療口罩 N95跟防護面具 我們會依照現場的狀況 來去做區分 防護面具當然是最好 但是它相對而言的話 它會讓我們的呼吸 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在做一些 比較重體力工作的時候 就不會去做石油 那會有比較危險 或是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其實我們最怕的是感染 像我們在現場的話 可能會接觸到一些 往生者它所製造出的污染源 像我們說的血水這些的 那可能會造成過敏 所以為什麼要加強自己的防護的狀備 另外的話 就是現場的話 常常我們會被割傷給刺傷 因為可能碎玻璃 還有在拆除的時候 可能會有釘子 木片這些 可能會扎到自己的身體 有的時候可能 那時候它防護的意思 還沒那麼好 像我們之前為了工作安全 我們會穿雨鞋 那有時候可能會被人踩到釘子 會扎穿自己的架 對 那後來的話 就找到合適的工作鞋 比較方便 要不然以前 然後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那像有的時候我們 會遇到就是說 像囤積的房子裡面 它可能其實它的房間 它房間裡面因為堆積 還產生一個很微妙的平衡 有時候東西清一清 突然東西就垮下 對 然後就開始往自己身上砸 什麼的 所以像我們做的時候 我也被炸過好幾次 說噴血什麼都有 然後像在現場裡面 最害怕遇到反而是有動物 動物 對 現在獨居的人也多 它獨居 它可能都會養寵物 那有時候在接體的時候 看到寵物它會 寵物可能就先跑掉了 或者是有人做收養 可是有一些寵物像 常見的是貓 它可能會躲起來 那你們的工作通常都是 由哪些人來委託 通常會委託我們工作的話 大部分都是家人 還有房東 這些的話 是屬於主要的委託者 那很好奇 有可能會有警察 委託你們嗎 不行 警察不能做介紹 對 不然會有圖利的問題 那像這樣凶殺案的現場 是誰會委託你們 凶殺案的話 其實他們通常都是會找到有家人 然後會做出面 或者是房屋的持有者 他們可能要做一個散後的處理 那因為我們有知道 就看很多報道 發現你們很多當事人 其實都是孤獨死的狀況 那很好奇這些 會面臨孤獨死的當事人 他們有沒有一些 比較常見的共同處境 其實我們說的 孤獨死的個案對象的話 長期的話可能他 我們在現場會發現 他可能工作不穩定 或者處於失業的狀態 那甚至他跟家人 已經有至少都十年以上沒有聯繫 我遇過最久的 大概四十年以上 都沒有跟家人聯繫過都有 對 那甚至說他的生活裡面的話 很多的話 可能是在工作與住宅之間 他其實每天的生活 就是想長時間的工作 然後沒有與人有太多的接觸 這些的話 都是我們在現場裡面 都會發現大概都是屬於這樣的類型 那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是你過去有遇過的 遇過其實那時候跟 應該說在一開始我從事特殊想的清潔 那時候有遇過一個案例 剛才有說四十年以上沒有聯繫 然後那個案例的話 影響我很深 就是慢慢去做轉變 是因為他那時候 是房東委託我來去做清理 然後房東那時候我們在清理的時候 我們就跟房東也會閒聊 聊的時候他就跟我們說 這個房子的話是他繼承來的 奶奶給他的 那時候也要求他是說 這個房子在清華地區 一棟透天 他說你要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房子 奶奶都不管 他都不管 可是他唯一的要求 是要等這一位房客過世以後 你才可以做處理 要不然說 你現在把房子賣了 要處理掉的話 他沒有地方可以去 他該怎麼辦 那時候房東跟我說 他在他們家裡住了快40年 比房東還要大 年紀還要大 而且那時候房東一直以為 那是他們家的哪個親戚 因為逢年過節都會來跟他們吃飯 吃飯之類的 他繼承這房子之後 後來他也沒有跟這個房客收房租 甚至還會給他錢拿去吃飯 因為往生者年紀也大了 工作也沒有那麼好找了這樣 那一直顧到他過世為止 過世大概兩三天後發現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再去清理的時候 他也是跟我們說 當時有找到他們的家人 沒有一個家人 願意出面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自己會托我們來 把這些案子處理掉 其實在清理過程中 慢慢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是說老人家以後該怎麼辦 有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他沒有自己的房子 他不斷的要去找 可以接納他 可以去居住的地方 後來其實在很多的工作裡面 就會發現很多的 我們會在很不良的一個居住環境 可能他頂頭家蓋 被隔了好幾層 被隔了十幾二十間的都有 老人家只能住在地方 甚至在地下室 然後後來我們就 有時候再去現場的話 有一些委託案的時候 跟房東再去聊天的過程當中 會發現說 他們很不願意租給老人家 因為他們就是怕老人 在裡面過世怎麼樣 像他們有一些比較不好的 一些居住環境 他們願意租給老人家 是因為房子的價值本身沒那麼高 對他們而言的話 他們可以讓他們 有這樣的居住空間 也可以收價格再高一些 收高一點 因為他們沒有選擇了 對 而且對他們風險來講 可能會有一些風險負擔的費用 反而是說一些比較好的樓層 一二樓之類的話 很多房東就算是 老人家願意加錢 他們也不敢租給他們 對他們而言 他們可能會造成一些 他們怕過世在裡面這些問題 要怎麼去處理之類的 我們知道 你這樣好像也有跟朋友 一起創辦一個NGO 就是結合了社會服務 還有命案的清潔 你當初怎麼會想到 要把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開始慢慢轉變 我們帶一些弱勢的人去來工作 因為我們也需要有人 跟我們一起工作 我們那時候去找一些弱勢的個案 跟我們一起去做一些清潔維護的工作 那時候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們去做一般清掃的時候 委託人都會說 我很支持你們做的工作 他們覺得你們做的工作很正面很積極 好 但是你不能帶個人進來我們家 做一般清掃 他會覺得說他們的社交不乾淨 或者是會覺得他們以前是個案 我就是不放心 有千科之類的 好 那可是我們後來想到一個辦法 因為他們也要生活 那如果是現場打掃呢 就是死亡現場的清理呢 一般的狀況下 人家都會希望你趕快過來幫我們處理 他不會去計較你什麼樣的身份 他也不會去問這些事情 我們還是會如實的說 我說你們會接應 那我們就不要委託 可是他們其實在打掃 他們也很珍惜這些工作 甚至找到的東西什麼的 他們也會主動幫忙甚至可以整理起來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只是說他們可能在做一般的工作的時候 有些人還會用一些異樣的眼光去看待他們 那只有在做這一類的工作的時候 他們會比較有機會 那甚至是說像我們在很多的工作裡面 我們很多清潔服務的對象 很多也是一些弱勢的一些個案 讓他們在工作的時候也可以了解到是說 有一些人他真的需要去做一個協助 甚至是說他們在去工作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所以一般人會認為說 你不應該給他們 對他們那麼好 我們曾經遇過這樣 他說你不應該對我們的弱勢者那麼好 他們可以活下去就OK了 我們有遇過有的人這樣跟我們講過 他們說覺得做一般的清潔整理大掃 為什麼可以拿到這些費用 可是另外的環境不一樣 如果是像做這種特殊暗場的話 相對我們可以給他比較好的費用 讓他們可以早日的脫貧 那像我們的很多之前帶的個案 他們之前可能居住不穩定 睡晚咖 那後來他們在我們這裡工作 大概兩三個月就可以自己住房子 他們是不是就可以越早脫離街頭 那是越早回歸社會 那有點好奇這個弱勢服務 大概是你做清潔 就是命案清潔幾年之後 開始成立的NGO NGO的話 大概是我做了這行大概六七年左右 就開始慢慢的有在帶弱勢 也是因為當然有說過 那個房東照顧了那一位個案 那麼多年以後 後來就遇到了疫情 後來沒多久遇到疫情 那在疫情的期間裡面 我那時候白天在物資站幫忙當志工 去幫忙整理物資 然後下午的時候 我就換上了防護衣 我就會去協助做染疫過世的遺體的接運 幫忙去做接運跟送他們火花 在這過程當中我看到了很多人 因為在疫情期間 他疫情的時候兩三個月 那兩三個月期間 因為他們因為經濟狀況還有一些壓力 走上了絕路 走上了絕路 後來我就想那我到底還可以做什麼 我一直都覺得我是散後者 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去散後 那我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這些人 可以不會落到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我剛剛聽到現在 一直會覺得 聽起來你是一個對人很有關注的人 可是你曾經說你在高中的時候 在便利商店工作 然後你那時候下定決心是 我不要再服務這些 可能會有客訴跟人的問題了 可是我覺得你其實自己一直在做的是一些 很關注人的問題 就是你怎麼看待自己的這些工作 也不是說關注於人 而是我會覺得是 這些委託的一些要清掃的一些現場 其實都是很多的問題他去累積下來的 我們是屬於一個散後者角色 對一般人而言 他們的假設他們家人發生這些事情 都是一種非預期的狀況下 發生這種死亡的一個結果 可是很多的問題 我有時候看他明顯他是可以解決的 為什麼沒有辦法解決掉 然後變成我們要過去做 我覺得這些的狀況是有沒有辦法去改變 甚至有沒有辦法把這個問題也降到最低 那會曾經因為這個工作遭受到一些異樣的眼光嗎 有 很長 會大概是怎麼樣子 我之前那時候剛好要 因為經濟狀況 那時候要賣房子 那時候我記得印象深刻 當對方知道我的工作之後 本來都要談好要簽 對方後來他們去查我的工作 但是屋主是怎麼樣的人 他直接說他不要 而且那時候是真的有經濟狀況 所以一定開價一定是比市場還要低 好 就不要 然後後來像我們也會去租倉庫跟營業的地方對不對 通常會住不太到 聽到我們的工作之後 住不太到之類的都會遇到 那甚至我們有遇過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被人家噴過酒精 我們在搬東西走過去 突然有人從後面噴我們酒精之類的 對你來說 這個會是你工作最辛苦的地方嗎 還是會有更多其他更辛苦的地方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羞辱的事情 我明明沒有再去做什麼壞事 為什麼要對我 甚至我在做這個工作之後 我的親友 聽到以後就講兩個字 惡心 他們就說你怎麼可以做那麼惡心的工作 那我覺得我做了什麼 對啊 那沒有人願意做的我來做 為什麼這樣就惡心 那這個我在想像面對這麼多的質疑 懷疑或者是一些惡意 那一定還是在這個工作當中 有一些有成就感的地方 是哪些地方會很有成就感嗎 不然怎麼堅持下去 其實這邊的話會有兩個狀況 剛才就講那些人 他可能有這些反應 其實我都會講跟我屁事 我會覺得反正你覺得惡心 那是你家的事情 這是關你屁事 這是你的事情 你自己要去帶一些那個情緒 然後另外一點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這一行的成就感是 我可以把現場給還原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我覺得 這行會讓我繼續想做的原因 是因為我可以找到 往生者與家人之間 彼此最後一個和解的機會 一般人進去就認為說 我曾經遇過同行 他跟我們講說所謂的特殊心結 他只是一個噱頭 他說把東西丟光就好了 把東西丟完就好 可是重點是清潔是一個手段 我們重點是找出生者與死者之間 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他們互不往來 我們可不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解方 可以找到他們彼此之間 活著的人他不會再那麼怨恨死者 實際上會有嗎 會有一個例如說一張嗆片 或是什麼東西 都會有的 只是雖然講真的機率不高 但是我們也一直在試著去找出這些機會 可能他們家裡因為某些問題 所以導致說家庭分崩利息 可是後來我們再去過程當中 去找到一些原因 他終於知道說 為什麼當初家人會這樣子對他 是發生了什麼事 可能遭遇到什麼困難 他可以去理解到 他可以回想出他以前 他們曾經過往的一個美好的過程 那講實在話機率不高 但是我們都一直試圖找出到這些答案 那最後還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 跟我們志祺七七的觀眾分享的呢 其實像現在的很多的媒體 相關的影視作品 開始有探討所謂的特殊清理的女人 甚至慢慢有理解到所謂的孤獨史的相關的問題 那在早期之前的話 其實很多的時候 新聞啊媒體那邊報導 他比較 他都是一時的 所以沒有人會去關注到這個問題 那這些的影像跟媒體的傳播以後 我會覺得說大家可以慢慢意識到是說 有很多人他其實雖然每天都會遇到 可能也在你我周邊 可是他很辛苦也很艱難的在活著 那像我們的工作 甚至我們每一天都在生活著 他們是很辛苦的是在生存著 我們怎麼樣可以去發現到這些問題 去幫助到他們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我們羅拉拉精采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不要把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是點這個地方 看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